高层彻底愤怒了 周末突发王乍利好 降一饮花税 那今天A股有望赢 今天大逆转 大家好 我是技术派邱一新 一个时间产论 技术研究的老技术派 那今天上午的录制下 8月28号的找评 那这条消息啊 真的是王乍利好 也是我们高层 对于股市的定海神针 那今天的这条消息的话 将迎来啊 对于整个A股出现 极大的一个转变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听完 还是老规矩 新期来的朋友记得顶格关注 老朋友记得co666 长按点赞 正能量支持一波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高层呢 现在已经发布定调了 至2023年8月28号起 证券交易印花税呢 实施减半征收 那整体来讲呢 对于大A股和对于券商呢 都将迎来啊 巨大的王乍利好 那大家可以回顾一下 之前的几次 降印花税 对市场都造成了哪些影响 都在什么样的点位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之前呢 我们看有几次啊 第一次的话是1991年 10月10号 印花税呢 从千分之六 下调至千分之三 那这一次呢 也是迎来了整个行情的一个大爆发 整个有A股以来呀 出现的一次 1997年印花税 从千分之三提高到千分之五 直接迎接而来的就是行情的回落 对吧 那不断的回落之后 大家看整个的行情呢 我们看在一个反弹的高点附近呢 又再次迎来了相应的进花税的一个调整 这是我们在2000年以前出现的三次调整 那2000年以后呢 我们来看 重大的点位附近呢 有过一次能够影响行情格局的 就是2005年 大家看一下 2005年出现之后 现在呢 是接近于市场底的一个阶段 那当年的6124 对吧 也是在这个阶段 所以呢 重大的一个机遇呢 它整个的行情呢 在05年07年 这两年呢 都是出现了一个加速期 那么在6124之后 结束的时候 08年呢 在这里又释放了一次利好 当然了 这波行情在中继 所以的话 并没有多大的表现 那行情迎来了加速下跌 那最重要的行情呢 还是在这个整个的08年 9月19号 印花税呢 保持千分之一 那双边征收改为单边征收 对吧 所以呢 整个08年呢 是出现了两次的调整 那这两次调整啊 对于A股的影响啊 真的是太大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08年4月份 这个千分之三 调整到千分之一之后啊 这个户指收盘 就大涨了9.29 大盘基金一涨停了 但是呢 我们看第二次 2008年9月份 印花税债市调整 对吧 这是创造了上证指数啊 这个整个A股的第三大涨幅 涨幅呢 是这一波9月19号呢 整体的涨幅呢 是达到了9.45 户深两市个股啊 全部涨停 并且次日呢 大涨超7% 所以呢 整体来讲啊 这个行情啊 也是面临着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啊 当行情在一个下跌末尾阶段的时候 将迎来一个史无前例的 有可能在大爆发前的起点 也就是1664 但是现在不一样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A股在3000点的位置上 在G线图形 我们看已经在接近于低位了 对吧 已经碰到了这个什么点位呢 大家看 这个三角形整理的下沿支撑位了 也就是说08年当年是什么时候啊 08年当年是 这个时候附近出的降印花碎 还有呢 在4月份附近 所以在这一波 第一波大下沙的时候呢 完全被消化 那第二波呢 大家看 第二波直接呢 就是在这个最低点附近的 1664附近 所以呢 那才迎来了一个强势的一个拉升期 这个走势 同时呢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的行情呢 在印花税的这个调整之际啊 对吧 我们看 户值涨跌幅最大的两次 8月份 这个2008年的9月份和2008年的4月份 影响非常大 这个力度啊 尤其是次日 最近的一次 这个次日涨幅呢 7.77 在整个印花税影响的后五个交易日呢 还有10%的涨幅 所以呢 这是08年啊 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希望 所以的话 这个印花税的政策和力度 是距离15年内啊 从没有过 所以说 这个力度 对于A股情绪的影响啊 真的是一针定海神针 非常强 所以呢 那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啊 短期的多头情绪大爆发啊 即将开启啊 那这是消息 王炸呢 是连续放的 首先呢 我们来看 那高层呢 又提到了阶段性收紧IPO节奏啊 促进呢 这个融资和投资呢 动态平衡 所以呢 不会快速的进行抽水了 对吧 所以呢 这个融资的节奏先降低 对吧 这个IPO先降低一下 对A股呢 整个的市场啊 维稳非常重要 那么 现在高层呢 是连放大招 包括的话 涉及到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老是大股东减辞 对吧 钱都融走了 融走的时候 大股东减辞 这个钱都给谁了 都给大股东了 所以呢 现在高层进一步的规范 股份减辞 存在破发 破镜三年内 没有进行现金分红的 不得减持股份啊 等等等等 所以的话 整体来讲呢 我们这个高层是连放三条大招 首先呢 首当获利的 就是券商板块 大家呢 一定要关注 今天的券商板块 那同时呢 整体的A股呢 将迎来啊 短期的大爆发行情 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 黎明前的黑暗 终于熬过 那么光明呢 就在眼前 所以A股的最高光时刻呢 可能将由此开启 所以呢 也恭喜大家 还在听视频的朋友们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那今天呢 我们一起来 拭目以待 关注A股的情况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提前为大家报个喜 那没点关注的新朋友 点个关注 我们下短视频见